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说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键就在这个萤幕的右下角有一个订阅钮 那请按下去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啰 订阅之后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啰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老星座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 干妹妹很多的星座男神 好收干妹妹这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是台湾 比较常见的一件事情吧 就是如果说你会看到很多男生 会去跟很多小女生收起来当干妹妹啊 或者是他就觉得说我应该要保护你之类的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男生是 他会有很多干姐姐之类的 干妈就在说啦 哈哈哈 说不定有干爹 好不管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就是 有一些男生其实他身边就是有很多红粉之籍 就是很多好朋友 那我不知道干妹妹应该是排在 好朋友以上还是好朋友以下 那无论如何就是有很多男生他就会很喜欢 收很多干妹妹 或者是说我有很多很熟的女生 这些红粉之籍 跟这些女生之间呢说不定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关系 好 那到底有哪一些星座男生呢 是比较喜欢收干妹妹或是有很多红粉之籍啊 就是有很多跟他关系很好的女朋友 包括一起约跑步的朋友之类的 那很多种类型啦 那我们今天就要研究一下哪一些星座的男生 比较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因为跟感情有关系嘛 所以我们今天要使用的是太阳还有金星星座 好 那到底呢 有哪三个星座的男生呢 会是在我们今天的排行榜前三名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名 第三名呢 我给的是射手座的男生 那很多人当然觉得应该不意外 但是啦 我个人觉得 射手座的男生在收干妹妹这件事情上面 他其实相对来说不见得是那种 用来上床的对象 很多时候射手座收干妹妹就真的是把人家当妹妹在照顾 他其实不太有所谓的那种 好像因为我追不到你 所以我想要 任你当干妹妹起来 以后可以当储备粮食 不是粮食 储备的这个女友对象 其实射手座的男生多半如果说他去认干妹妹 而且他这种干妹妹是说 好我真的把你当妹妹对待的这种对象的话 通常来讲 他就真的是想要照顾这个女生 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状态的 那射手座的男生在认干妹妹的时候 也可能他家里就是他没有妹妹啊 或者是他真的跟这个女生处得很来 然后他觉得他想要照顾这个女生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去认他当干妹妹 但是呢我也不否认他射手座的男生身边都有很多不同的红粉之急 可是呢射手座的男生会把这些女生用比较功能性的去分开 所谓的功能性是说 干妹妹可能就真的是妹妹 比如说这个女生跟他之间呢 比较偏向是在生活上工作上很多想法是很相近的 然后可以给他很多帮助很好的朋友 那他也觉得说 在一个意气上 他应该要去照顾这个女生 他就认他当干妹妹 那有一些呢真的是搞曖昧用的 或者是感情上互相有一些依存度 但是又没有到想要在一起的对象 那可能就是曖昧的群组这一块 那另外一个群组呢 可能就是挂这个上床对象 或是酒咖之类的 所以射手座的男生 他在这方面来说 他其实头脑还蛮精明 虽然你就会觉得他把所有女生都混在一起 可是他大概都知道 哪一个女生他是放在什么位置 他会跟这个女生有什么关系 那有一些当然就是所谓的储备女友啊 就是说他可能很喜欢对方 那对方可能不是很喜欢他的话 就是朋友 那如果到了妹妹的层级的话 很多时候我做任妹妹 就是我们开始讲的 他是认真的 当成是妹妹一样照顾 那很多女生就会有一个疑问啦 我到底该不该吃这个醋 如果我跟射手座男生在一起的时候 我该吃这个干妹妹的醋嘛 其实你必须要先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 这个干妹妹对这个射手座的男生 有没有感情的想法 如果没有 他们就真的是从朋友一路这样互相照顾上来 变成干妹妹的话 那就还好 但如果说连这个射手座的男生都跟你讲过 这个干妹妹以前喜欢过他 或甚至是他前女友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 这个是需要稍微监控一下 因为这个关系就不太相同了 我觉得对射手座的男生来说 他也不会无聊到去把前女友收成干妹妹 因为这种机率真的还蛮低的 但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嘛 好 但是有一些射手座的男生 他就会有一个群组那一块 就是前女友那一块 他会把他归类在那一块 那前女友他会知道 有一些状况下真的不要碰比较好 但是或者是呢 诶 比如说可以谈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跟前女友有一些互动 那说不定就真的只有 工作上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生意上的往来等等的 那这个是射手座的男生会做的一个分类啦 那我会觉得 如果你跟射手座的男生交往的时候 你当然就是 你要担心的绝对不是只有前女友这一块啦 也不是只有干妹妹这一块 你该担心的还有别的 这两块说不定稍微还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喔 所以呢 我今天就把射手座拍在第三名 接下来我们公布的是第二名 那第二名我给的是射手座的男生啦 那很多人应该会觉得说也不是很意外 对啦 因为射手座的男生其实在认识人这一块上面 他很乐于去认识很多不一样的对象 他很享受在这种跟不同人聊天的过程当中 那比较听话的比较乖巧的 他可能就会收起来当干妹妹 那可能他对每一个干妹妹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喔 有的是他真的觉得 这个是个性上我真的觉得跟我很处得来 我也很喜欢照顾他我觉得他就像妹妹一样 没有什么感情上的意图 他就把他放在干妹妹这一块 那有一些是他追不到 或者是他想追 但是是零次没有排这么前面的女生 他就会先把他收起来当干妹妹 到时联络的 诶这也有 就是照顾一下慢慢来 或者是呢 有一些女生呢是处在一个暧昧的状态 可是又没有暧昧到可以当情侣的部分 诶可能先收起来当干妹妹 他知道这个女生可能喜欢他 但是也许有什么因素没有办法发展 好 那当然他会有暧昧那一块啊 上床那一块 有一些真的就是朋友 比如说 拓展人脉关系为了做生意 为了工作 双子座其实也有这一类的好朋友 那这一类呢 通常他都会把他归类在好朋友 假设他有很多不同的对象 他常常出去外面乱跑 出去外面喝酒跑趴的话 这一类双子座的男生就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往往呢 双子座的男生会把某一些女生收来当干妹妹呢 我觉得是多多少少一点感情上的意图啦 要不然很多双子座大概都是把这些 只是朋友的就真的放在朋友的位置上面 但是呢 有一些双子座的人在把某一些人收成干妹妹之后 久了之后真的没有感情上的一些互动的时候 那这个就真的只是干妹妹 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因为双子座的男生他的头脑是非常转变快速的 他一秒几百万上下啊 你怎么知道他现在转到是什么样子的部分 你不会太清楚双子座的男生目前的想法跟他一个月后的想法跟三个月后的想法是不是还会一样 因为通常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我们会说 在今天的一个主题下 双子座为什么排第二名 因为双子座的男生他就是爱交朋友啦 那这些朋友呢 他其实都会或多或少保持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互动关系 而且双子座的男生很聪明 他不希望某一些关系就此淡化掉 如果我不追你 我们之间的感情就会淡化掉吗 你不会啊 我可能还是会持续跟你联络 跟你有很多的互动 那他就是觉得好玩开心 然后随时比如说有什么事情要用到谁的时候他就可以找谁 那双子座其实会有这种功能性的选项 他会把这些正妹跟他觉得有保存价值的对象呢 都用不同的方式去跟你维持关系 收起来刚刚妹妹是一个方式 好朋友是一个方式 那常常出去吃饭喝酒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对于双子座的男生来说 他其实这只是经营人际关系的一个方法而已 所以在一起呢 我也不希望你认为双子座的男生是很滑心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交朋友跟一种做分类的方法啦 那如果说你是双子座男生的女朋友的话 要不要去担心干妹妹呢 不用 真的不用担心 没有必要 因为你不知道他现在对这个干妹妹的想法是什么 就算你今天逼你的双子座男友讲 他今天讲的 跟他三个月后想的 我看也不见得一样啦 所以你就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了 因为你要担心的话 你全部都有的担心 倒不如你就不要担心 因为那没有意义 你看双子座的男生谈恋爱的时候 与其去担心他有很多不一样的对象 倒不如你想办法让这个双子座的男生 只把他的眼睛跟他的心放在你一个人身上 这会比你去担心这些外面的这些女生 还要更加重要 因为如果双子座男生真的只爱你一个人 那他就是爱着的 他深爱一个人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专心专注 而且有可能会翻船的男生 只是呢 你有没有那个本事去抓住双子男的心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主题 我们改天再聊 好 所以呢我今天把双子座的男生放在第二名的原因就在这里啰 接下来是第一名 第一名有那么难猜吗 大家应该知道 狮子座男生啊 哈哈哈哈 我想 应该大家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第一名 大家都会填狮子座男生吧 那狮子座的男生其实 他就喜欢当大哥哥 年纪大一点就当一下daddy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 所以狮子座的男生随着年龄的增长 如果他今天是二十三十岁三四十岁 他可能就会熟一些干妹妹 那跟他年龄差越多 他也不介意当干爹啦 所以很多狮子座的男生年纪大了之后 他可能就会有很多干女儿之类也有 那其实对于狮子座的男生来说 这是他交往的一个方式 我说交往不是感情上的交往 是认识朋友啊 朋友间交往的一些方式啦 那狮子座的男生 为什么会喜欢有这么多干妹妹或干女儿呢 其实有时候对于狮子座的男生来说 这是一个经营一个家庭 一个国家 一个国度 他的领土当中 他的国家当中就要很多子民嘛 那这些对象 这些美妹 这些很可爱的小女生 可能都没有办法装到他的后宫里面啊 他可能也许跟某一些有关系 但有一些是真的就没有什么关系 可能只是觉得他很可爱照顾一下 就是认识起来而已 对于视作的男生来说 这真的就单纯就是认识起来而已 所以比如说出去外面的时候 就会跟人家介绍说 这个是我干妹或什么之类的 因为你知道视作男生 有时候就会跟自己的好朋友出去喝酒唱歌 或者是吃饭 或者是反正有很多局的时候 都需要有妹来陪啊 那有时候 视作男生就要当一个妹头嘛 就是他要负责去抠这些妹来 那如果你认识的这些妹妹不够多的时候 你要去让你抠女生来陪 所以你要认识这么多女生 你当然就要跟这些女生保持一定程度的关系啊 你平常不照顾这些女生 这些女生谁理你啊 如果只是朋友的话 那他干嘛吃饱撑着 你叫他去陪你吃饭喝酒 他就要去陪你杀时间 所以这些妹妹可能都是 是做的男生平常呢 他就觉得跟这些女生有互动 他很开心啊 然后多照顾一下也没有什么 那有需要的时候 就叫来大家一起认识认识 那当干妹妹有什么好处 如果呢他的好朋友呢 缺女朋友的时候 他觉得其实也不错哦 蛮配的哦 那就认识一下介绍一下 也有啊 反正送礼自用两相宜 对于很多 试作的男生来说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 第一 我可能不见得跟这个女生 真的发生过什么感情 第二 这个女生可能真的 跟我之间有一些小小的暧昧 但是又没有到感情的地步 第三 如果他跟我的兄弟比较配的话 而且我跟他其实真的 没有什么太多关系的话 把他送出去 我也减少一个负担 我还可以认识新的妹 有什么不好 而且我对我的好朋友 我对我的兄弟有交代 你看天照地设的一对 人家婚礼我还会去 说不定我要当介绍人 对不对 所以对很多视作的男生来说 他是一个维持他跟 他的好朋友的社交方式的 一个一环啦 我觉得这是他的 他自己建立一个生态圈 有没有 那这些女生是他生态系当中的 某些部分 反正这些都是妹妹 妹妹可能就是储存在某一个范围当中的 那在感情上有更多暧昧的对象 可能放在另外一群啊 前女友放在一群啊 对不对 那前女友可能就不太会介绍 自己的兄弟嘛 因为用过了 那可能跟他有上床关系过的 他可能再把他放在另外一群 视作男生他是很有道义的 他会 比如说他介绍 不同的妹妹给自己朋友的时候 他会先想一下 我跟这个女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他真的也不想要 引起比如说他跟他朋友之间 有什么争锋持出的问题之类的 所以视作男生认很多干妹妹 有时候单纯就是照顾一下 然后维持一个关系的一个方法 那视作男生会收很多干妹妹的原因 也只是因为 他这样出去就很气派啊 而且很多朋友要 揪的时候就会找他嘛 因为 总是要有人带很多妹来 跟大家一起狂欢才会快乐 那视作男生往往 他是可以担得起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他认识很多不同的女生 那当然这个部分上就是视作男生 为什么会去认很多干妹妹的 其中一个原因啦 而且有这么多干妹妹 他也觉得他视力庞大 对于一个视作男生来说 后宫家立三千 视力庞大 就是一件超有面子的事 有面子视作男生就开心啊 所以说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视作男生 摆在第一名的一个原因啦 那如果说你是视作女朋友 请记得 我说的这个部分是 如果这个视作把你带出去 然后 他告诉别人你是他的女朋友 然后别人可能也就叫你大嫂的话 你才是他的正牌女朋友 你是已经坐在那个皇后的位置的话 你其实是不太需要去担心这些小妹妹啦 因为 其实对视作来说 他会把你放在一个正宫的位置的时候 他就是已经很重视你 要不然很多视作男生 他在跟朋友吃饭或什么的时候 他不见得一定身边的女伴 只会是同一个人 他可能会常常换 单身的时候 那如果说他常常换就代表 他其实还没有想要固定下来 但是他如果真的很确定固定下来 而且糟糕天下的时候 那你的地位其实是还蛮稳的 就不用太担心啦 而且就算你担心 他还不是会去认识这么多 你在跟他交往之前 你不是就应该要知道这一点吗 等你交往之后 你才去限制他 那不好意思 你们真的可能会打吵架 所以我会建议你就是说呢 如果你明知道你的视作男友 就已经认识这么多妹 你就放宽心吧 好好做你的正宫娘娘 抓住视作男生的心 会比你去吃这些厨来得更有效喔 老星座就到这边结束啰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开小铃铛喔 非常欢迎你在底下留言给我 也欢迎你分享这支影片 给你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我是雅庭迷思 我们下次见 拜拜